这我们先来讲 然后这是Downtown 就是最早开发的多伦多 然后就是市中心 然后多伦多大学就在这附近 然后这是 你关心 小心 这是市中心 然后这边有个中心 中心岛 然后这个中心岛是 就是你可以坐船过去 玩的地方 然后这里有 这边是那个多伦多 Downtown小区就在这附近 所以这就很繁华 很繁华 这边楼价也非常高 就是house一般都很难买到便宜的 然后condo就更不用说了 新的condo在这边 大概在1200 1200到1500 加比每平方米 然后呢 因为这边的 就是租售非常非常 就是需求很大 因为在当上工作的人啊 学生啊都非常多 所以需求非常高 然后到 到这边就是卡瑟罗马 这边有个城堡 然后当这个是当时 多伦多第一富豪的家 然后现在 现在已经是 已经就是 第二富豪了 不是 现在已经是一个 给公众开放的一个城堡用了 然后已经不是一个 私人住宅了 就在这一块呢 这一块是midtown 然后这边就豪宅区啊 还有本地的西人 都会住在这一块 因为本地是 为什么会在这一块 是因为他们是在相传的房子 然后还有就是当地的 有医生啊 lawyer就是律师啊 那些比较高数字的人 就买得起这一区的房子 就是豪宅 就都是有 豪宅是就上千万 几百万都有了 然后再就往北 往北就是北约克 北约克是一个比较中心的华人 华人区 然后它也有很多的老外 然后北约克有 在这一块区域的房价 也非常非常高 因为它非常方便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东多的地铁 是在北约克停止的 所以就是你沿着地铁线 买房的一般都不会错 因为就是交通方便嘛 便利 然后在北可能就没有地铁沿线了 所以北约克的房价也非常的高 而且就是也非常的方便 因为交通方便 然后再就是 世家往北 再往东一些 世家宝 这些比较福建人广东人 然后移民 就早期的移民来的 就是他们会聚集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些印度人和黑人 所以这个房价会比较低 但是它也非常方便 就是因为印度人和黑人 还有福建人 就是喜欢租房子 就是出租房子 导致这个区的安全程度 没有那么高 所以这一区的价格 还是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然后再就是往北 就是万景 就是马汉这个区 马汉基本上是以香港人居多 就说粤语的人居多 然后它就是华人区 然后再就是 列治文山 Richmond Hill 就北约克的北部 北约克的北部 这一区是以新的华人 就是说普通话的人 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年轻人也喜欢住这个区 因为房子也比较新 然后去北 因为附近在这一个区域 出行吃饭会比较方便 所以人们就 就是新的移民会比较喜欢住在北约 就是 列治文山和万景这一区 就是更方便一些嘛 然后房价也买得起 然后再就是旺 旺是意大利区 就是意大利和欧洲人 就是他们的区域 然后犹太人 犹太人好像 不犹太人不住这个区域 意大利人比较多 然后新兴的一些华人也觉得这个区域还不错 所以他搬到过来 而且有地铁线已经开往这个区 所以这个区是已经在慢慢成长的一个区域 然后再就是 奥拉都 不是 然后北边的 立主人山这边 然后奥罗拉 奥 奥罗拉中间还有个king city 这个 给你缝小一点 显示不出来 显示不出来 在奥罗拉和立主人山这边有个king city 这个city也是现在 呃年轻人 呃就是买的比较多的 因为它是 就是因为它这还沿着 你要买房一般就沿着highway和地铁 就是因为交通要造 他就因为你上highway这样过去 这样下去会方便一些 就是这样下去的时候 会方便一些生活区一般都在这个区嘛 所以说在这一区买房子的人比较多 这有个king city 嗯 然后再往北一下就是 呃 奥罗拉了 嗯 奥罗拉呢就是 呃 就是有点像退休人居住的区 就比较安逸 但因为它靠市区比较远了 嗯 它要走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到市区 要走多久 嗯 走奥罗拉到多伦多 奥罗拉到多伦多应该在一个小时左右吧 一个小时 一个 因为它到北约克至少要40分钟 我一放到青岛了 对对一个多小时 一个小时到一个多小时 嗯 比奥罗拉更便宜 嗯 所以华人也会喜欢去这个区 嗯 就是华人喜欢往北走 嗯 嗯 因为北走是沿着highway沿线 这样可以 沿主的这个公路 对沿主中 嗯 就是大家觉得这个线是highway这条线是一个龙脉吧 相当于这个 嗯 还有这个阳街 就是 这条线 嗯 阳街 这条阳街是非常长 就是加拿大最长的一条公路 中央街 叫阳 阳街 阳街 就是阳街 中文翻译成叫 阳 阳 中央的阳 但是不是中央 这就是阳街 就这条街 就这条街也是非常 呃 就重要的一条街 阳街 一东 但华人就觉得这是比较好的区 对 阳街 就是华人就觉得不是什么核心区 但是 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旺市也在发展嘛 嗯 然后所以说现在就是还是可以接受的 嗯 那 那我当时就有个问题啊 嗯 这个 这个market上面 嗯 这个区域不是离这湖很近的吗 对对 就是 那这个区域 嗯 就是湖这边的房价贵不贵 湖这边房价其实不贵的 因为这边的湖这边房价呢 很多都是cortage 就是度假房 嗯 就是而且还有就是一些住在这里的人 就是 这里风景真的是挺美的 然后 就是可能就是 你打开房门就能看到湖了 那二 这个发展这个地方必然会贵啊 嗯 因为你再往上一走newmarket 再发展就是湖边了 对 起码是有那么多就是新移民进来嘛 对啊 然后就会 而且这个主线也在这 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湖这个地方特别好 我当时我看完这个地方之后 嗯 因为它必然而然又往上发展 它左右发展不通的 反而左右也在发展 因为这边 这边密西沙家 奥克威尔 奥克威尔这个区是非常贵的 嗯 因为奥克威尔基本上都是白人 然后它的小学排名也非常好 全是当地人 就是你孩子学语言 学习也非常好 然后所以说 这边的房价也非常非常的高 密西沙家为什么之所以比奥克威尔便宜的 是因为这边有个机场 它会影响到这里的房价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机场附近有一些工厂 因为机场工厂会方便一毛 那所以说 这个密西沙家的 一套配合 就是这个一套币谷 自己的房价会相对的比奥克威尔低 哦 明白了 然后这一区又是 这一区又是印度人的居住地 嗯 所以说 哦 明白了 它就会这样往北 对 或者沿湖 对 那这边这个湖呢 这边 奥沙瓦这边 奥沙瓦这边 就是AJAX奥沙瓦这一区 这因为这里有个核电站以前 所以会影响这一区的房价 但是也现在有很多华人 已经投资这边 并且赚了很多钱 那它就已经涨上去了 嗯 涨上去了 核电站已经没有了 嗯 你据说政府要拆 哦 所以这就是整个多伞多 对 好了 谢谢九零 然后我们现在早上 房东人真的很不错 推荐大家来这边住 然后我们现在要走了 对啊 房东很好 他也没写说提供早餐啊什么的 但他们做的时候都会多做一点 然后说如果你们饿了 你们可以去吃 还帮我们把行李装到车 因为腰不好嘛 是啊 嗯 特别好 而且他们价格什么的也都订得很便宜 我觉得他们就是更多的想要大家过来玩啊 一起分享 他们平时时间不多 可能只有 有过的时候 偶尔能订到 一个月可能能订到个三 三四次 因为他们要上班 周六周日吧 周六周日可能才那个 好了 好了 我们要走了 我们要去纽芬兰了 纽芬兰这个省房东就是这个省的 哦 就是我这个心态 哦 心态已经寄到了 不是啊 我知道密码呀 是吧 没事 反正那个跑到里面店员 跟他说一下 然后你出来直接加就行了 选好码 加完之后再进去和他说 加完了 然后给他现金就可以 也就是说不用新闻卡 这样也可以操作 我还记得 我还以为新闻卡是姨妈的 这是我就是价格 油价 我们现在在的是加拿大新式科舍省的机场 然后哈尼法克斯这个城市叫做 然后我们无论从多伦多温哥华还是到哈尼法克斯 我们发现 他们现在基本上采用的都是这种自助纸机的方式 很少用人工了 因为可能这边人工也确实很昂贵 然后你看到这个机器都是自助纸机的 大家可能会担心说那有语言障碍实际上不用 他每个地方都是有中文的 你直接选择中文 然后把你的护照放上去扫描 他就会有你的预定信息 然后会提示你是否有行李 然后因为呢 在加拿大比较主流的一个西捷航空 因为加拿大航空 它都是没有行李额度 而且机上是没有餐食的 就只有那个水可以提供 就是饮料类的 所以你的行李它是按一键 一键25加币 然后再加上税 可能大概在30加币以内 把一个行李 它不会称重 就是按一个一键一键这样来算 你要准备好就是方便支付的信用卡或者现金 它就会给你自动打印出登机牌和行李牌 行李牌如果你不会贴 你可以要那个地勤人员帮忙贴好 然后你看远处的那个机器 就是行李托运的机器 过去之后你扫描你的登机牌 再扫描你的那个行李 把你的行李放上去 它就会自动过去扫描了 然后就完成了 你就可以去按键 就很简单 它全部都是自动流程化的 然后这里有个细节就是说 我们刚才用国内的信用卡不能用 对用国内的信用卡不能支付 但是你用现金支付是没问题的 或者你去 你可以用现金支付 因为它现金可以支付 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它这边有一点就是它有很多卡 就是像我们国内一样 就是快捷支付的嘛 我们的卡上面可能没有带那个功能 所以因为它不需要密码 100加笔以下的不需要密码 直接就可以付了 我们走吧 好了我们下一站是要去柳芬南省 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柳芬南省有什么呢 也是有鱼或有海参 我们要去看看那边的海参啊 其他的海鲜啊走吧 文文在那边等我们 对 没有人啊都 是吗 嗯 嗯 嗯